大家好,我是壮壮 大家心心念念的龙珠革命终于更新了 这期节目由我和全自动打工机器联合讲解 上期说到,在沙拉达星 塞亚人精英不服贝吉塔领导 双方剑拔弩张 贝吉塔怒变超兰 他怒视着众人 我给你们一次向我出手的机会 这赤裸裸的挑衅 成功调解了所有塞亚人精英的怒火 贝吉塔怒喝道 你们这小鬼,想逃就趁早 我根本就没把你们放在眼里 只希望敌人攻破你们国门残杀你们同胞时 你们不要哭着来找我 鲁巴先发制人 从贝吉塔背后发起攻击 别太小瞧人了 贝吉塔 试试我们的手段 罗得 佛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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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紧紧数招 费吉塔就打败了三位将军 他盯着一个赛云战士 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到了恐惧 也许在你眼里我是一个怪物 一个视觉的怪物 但是你现在能明白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吗 当你面对强大的敌人 都无法保护身边的人那种绝望吗 你真的能接受吗 随着爆炸响起 回箱从巨石中跳出 他变成了超级赛亚人 对不起国王 请原谅我 他快速移动到贝吉塔身边 嘴里还大声喊着 兄弟们 不要顾虑那么多了 变身吧 就关乎到赛亚人的荣耀 你好大的胆子 国王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也许以后我们只能依靠这些机器人了 你似乎完全不把我的命令放到眼里 贝吉塔注视着国王 你的部队几率太差了 你最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清理干净 这样对你我都好 国王神探眼力 你想怎么处置他们 但是不允许你再次在我的星球上 使用这些邪恶的变身 不然我就将你从我的星球驱逐 贝吉塔识趣地恢复成常态 并呼唤远处的布马 某个星球的深处 阳光透过树叶照射在湖面上 看似安静的湖水 似乎隐藏着危险 一个怪物慢慢地从湖水中探出了头 西绪福斯也出现在这里 他还紧跟着希特不放 希特发现了水中的怪物 难道他是为了追杀这个怪物 才来到这里吗 怪物也注意到希特 他立马潜伏回水里 全力游走 二十分钟后 怪物再次浮出水面 他认为自己全速游了这么长时间 早就甩掉希特他们了 怪物率先出手 西绪福斯紧张地盯着希特 他希望还能使出岩石技能 这样他就可以在一边偷学了 希特回头发现 是西绪福斯擅自出手打碎的石块 他还优雅地表示 不用感谢他 希特没有说话 只是死死地盯着他 似乎是在警告他 以后不要多管闲事 另外一颗星球上 希特正在跟踪他的目标 他瞄准目标 准备出手 再次被截狐 希特非常生气 西绪福斯淡定地坐在不远处 调侃希特 看来做一个杀手没那么难 希特闪现到他身边 警告他 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希绪福斯 并没有把他的威胁放到心上 希特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 以后你就无法顺利完成任务 我会做到比你更好 价格比你更优惠 从现在开始 不允许你跟着我 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你 希特手上猛然发力 你捏疼我的 希特 我答应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要证明你比我强大 来打一场吧 希特 应一边 大神官一个人坐在他的王座上 天使们都已经离开 但是他的面容扭曲 好像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你还好吗 宫殿里传来一道声音 竟是拳王的护卫 由于面罩的遮挡 看不出他的表情 他的眼神也没有任何波澜 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来掩护你 但拳王迟早会发现这一切的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至于你 还是不要参与太多 一面捡进危险的漩涡 大神官额头清津抱起 似乎没想在他面前掩盖自己的伤势 拳王护卫 只是冷冷地回应一声明白 就没再说什么 大神官品尼着前方 眼神中透露着阴痕 不知道他跟拳王护卫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隐瞒拳王的目的 真的很如他自己说的一样 是为了宇宙的平衡吗 十一宇宙这里 乌范正在跟吉林和托魄商量着什么 天使玛格丽塔和蒂斯珀站在他们身后 破坏神魏美德浑身包裹着绷带 跟木乃伊一样 乌范小心地询问 难道魏美德大人真的 一旁的吉林看起来非常难过 他告诉乌范 马卡塔没有权利让魏美德大人复活 但是他同样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生命 我希望魏美德大人依旧能陪在我们身边 或许他还有希望 乌范对接下来要说的话 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理解你们的感受 我是想问 我能否加入骄傲战队呢 我非常喜欢你们的正义理念 吉林看着一旁身为队长脱破 他没有反应 吉林表示 如果你要是问我 我只能说你选错的时间 乌范立马道歉 实在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个时候打扰你们的 这时候脱破开口呢 听着乌范 因为你的突然出现 使我们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以至于加快了仪式进行 但这不是你的错 吉林明白脱破的意思 他接着说 如果你想加入骄傲战队 只是口头申请没用 你必须跟我们完成一个任务 我会根据你的表现给你评分 如果评级通过你才能赞助 我当然同意 谢谢你 突然 迪斯珀好像发现了什么 他让大家安静 过了一会儿 他兴奋地告诉大家 他听到了魏美德大人的呼吸 他真的还活着 这个消息让几人都振奋不已 脱破更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地球的一个小岛上 17号发现有不明飞行物坠落 烟雾之下 是一艘小型飞船 和一个身穿白衣的神秘人 该死的机器人 还需要一些调整才行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里归我了17号 你是第三宇宙的佩佩米拉对吧 你来小岛准备做什么 不可能 我的追踪器明明显示 你还在远处 神秘人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这时追踪器发出提示 你已到达目的地 既然已经被发现 神秘人也不说废话 17号 我来这里是想跟你作专交易 我想要创造一个 至高无上的人造人 基于我的宇宙界王神的DNA 为了完成这一状局 我需要你的帮助 17号直接了当地问他 来这里 是不是为了采集他的记忆 神秘人也不否认 我只需要你的一根头发 或者别的什么就可以了 你的胆子未免太大了 这点我并不否认 但是我对你的提议毫无兴趣 你可以走了 据说你不为自己考虑 难道 你就不为你的家人想想吗 我的家人不需要他们操心 神秘人眼见说服不了17号 直接威胁他 好无漫的人 你知道你这次面对的是谁吗 面对他的威胁 17号霸气回应 戴哥我没关系 对了 如果你死在这里 那这里是会有别人知道吗 神秘人被吓到了 17号刚想离开 却听到 身后传来稚嫩的声音 他猛然回头 萨菲儿 菲儿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快回家去 这时 一个漂亮的女人 也出现在两个小家伙身后 亲爱的 我本来是带他们出来玩的 但是无意间听到你们的对话 小家伙看着17号 一边哭 一边说 爸爸 我们不想死 也不想让你死 女人为他擦去泪水 没有人会死的 亲爱的 我们都会成命百岁 家人的记忆 在17号脑内迅速浮现 又在瞬间破碎 他闭上眼睛思索的一会儿 好吧 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那么 这个神秘人制造人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继续扶思 有什么底气 敢挑战希特呢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 希望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壮壮 我们下期再见